台北市重要地标 的国际学社被备市府拆除了1955年11月兴建在信义路三段的国际学社除了公外籍学生居住所需其附属的体育馆更曾是台湾体育选美展演活动的重心其实国际学社所在位置是日治时期即已规划为7号公园的预定地 1949年后军部单位都曾设于此各省移民以为只是战期的维建也逐渐扩大范围 我们今天走在宽广的人行道很难想象53年前信义路还未破宽的样子 在公园预定地范围内维建区甚至发展出龙岗 龙飞等四个行政里 破宽信义路以及拆迁千百维章户 是一段耗时 且悲凉的时代记忆 与餐屏搭错车的电影 以此为故事背景 当我们漫步在生态时的战道边 你可知道当年整建石是这个工地模样吗 事实上1994年大安森林公园完工开放时 根本是一片疏松枯黄之貌 常年萎靡不振的树像 照应与土壤未经专业处理 以及拆屋废料被就地掩埋 经过近年的清理处置 大安公园的森林气势值得我们耐心期待 在1992年动工之前 这块公园预定地曾被讨论更改为体育馆之用 甚至在蒋中正总统过世后 也被列为筹建纪念堂的选址之一 1989年 在行政院市政府与市议会共事下 才确认自然森林公园的规划 北陵信一路三段 东面建国南路二段 南向和平东路二段 西围新深南路二段 至于园内阳明峰的观音 立项拆流问题 所引发的宗教争议 信有妥事的安置 唐 王维基与网川装作 诗曰 基与空灵烟火池 真力吹鼠响东姿 墨墨水田飞白鹿 阴阴下木转黄里 大安公园 当然无法与王维的中南山相提并论 但别忘了 这可是台北市 纽约有中央公园 伦敦有海的公园 东京有上野公园 全世界的现代都市 在百年的城市发展中 总不忘留下一片城市之费 我们该庆幸 这块日志时期 即已规划的七号公园预定地 没有一座他用 今天无论你我使得意 使失意 或迷惘于人生道路的抉择时 大安森林公园 总会空出一个角落 等着您来造访 谢谢您陪我们一起回顾这些老照片 时光必然染 物换且心仪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